大家好 今天是美东时间5月17号星期二 欢迎您收看自由亚洲电台从华盛顿播报的亚太联播 我是景轩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张德江访问香港 抗议声浪 此起彼伏 河南法院院长重党性不重人性的讲话引网络热议 文革亲历者的故事 丈夫一句罪话 她被打成反革命 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5月17号抵达香港 展开连续三天的访问 虽然警方将保安升级 升级到前所未有的反恐保安行动 出动大批警力 进行海陆空大护驾 但张德江仍然遭遇民众连续不断的抗议 请看陈盘的报道 张德江的专机中午12时左右抵达香港国际机场 特首梁振营和三位市长率队接机 张德江发言时 首先转达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 对香港人民的亲切问候 又曾当年担任广东省委书记时与香港共同对抗非典疫情 张德江发言后随即离开 没有回应是否支持特首梁振英连任 以及是否担心示威抗议等问题 他的车队离开机场后 在东冲小毛湾一个天桥地盘上 首先遭遇到社民联用 结束中共专政的巨型直伏进行抗议 张德江的车队抵达下榻的湾仔聚业酒店时 香港众志主席罗冠冲等人 在车队经过的时候 在酒店冲出并手持写上 不要一带一路 我要真普选 命运自主的A4是为止 但是不到五秒钟就被十多名警察安在地上 罗冠冲的手镯受伤 标语也被警方没收 他批评张德江出访的安排是矮化香港 张德江新市还将出席一带一路的高峰论坛 预料世卫抗议还将持续 特业记者陈盘 香港报导 河南内乡法院院长程延州 有关论党性不论人性的讲话 在微博热传 帖子的配图是一张印有国徽的宣传标语 内乡法院干事 创业核心思想 论党性不论人性 论规矩不论初犯 论主观不论客观 论业绩不论缘由 该言论瞬间引爆网络 大陆澎湃新闻 引述干月院长程延州的回应说 他被外界误解 他说 不论本身也含着论 当党性和人性重合时 既论党性又论人性 当党性和人性并列时 先论党性后论人性 当党性和人性冲突时 我们坚决只论党性不论人性 上海律师钟景化的律师年度考核未能通过 钟景化向本台表示 预料年仅受阻 与其就709抓捕律师事件发生 以及公开宣布退党有关 709大抓捕行动中 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数十名律师受到牵连 当局已经允许一些律书转锁 但部分涉案律师至今仍然无法转锁和年鉴 六四事件二十七周年纪念日马上就要到来 为了纪念这个在中国历史上特殊的日子 自由亚洲电台中文电视想邀请在海内外的中国年轻人录制视频 就六四事件发表您的看法 您可以谈谈您是怎么知道六四事件的 您所了解事件的经过 您的疑问 以及如果您有机会与习近平对话 您想跟他说什么 请把视频限制在两分钟以内 如果用手机录制 请横向录制视频 并把视频发送到屏幕下方的邮箱地址 谢谢您的参与 北京一向感言的《炎黄春秋》杂志 原定在今年5月号刊登一组五篇反思文革的文章 但遭到上级部门禁止 北京一位知情者告诉本台 炎黄春秋 由原中国出版署署长杜岛正创办 主管单位本市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两年前被勒令改为文化部旗下的中国艺术研究院 并且规定每期目录 必先交由主管单位审批 《炎黄春秋》杂志网页显示 5月号封面文章是 前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周瑞金的评论 意识形态工作也要改革创新 即从事青年运动史研究的金大陆撰写的 推进文革史的学术研究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爆童 17日就此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中共不想看到批评共产党的文章 高于判刑以后 大家都知道了 中国共产党中央有一个9号文件 文件里面有7个不讲 7个不讲当中就是 党的错误不能讲 党的错误不能讲 就是必须讲党的正确的东西 因此就是给全中国老百姓灌输一个观念 就是共产党100%是正确的 100%没有犯过错误 即使文化大革命史前豪杰 也不是共产党搞的 别人搞出来的 就在海外各大媒体关注及评论 文化大革命50周年 但中国官方却无任何表态时 17日凌晨 中国官媒《人民日报》 突然发布署名《人评》的文章说 文化大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 是完全错误的 它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国家绝不允许这样的错误重演 最后文章强调要牢牢记取文革的历史教训 毫不动摇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环球时报也在17日发表了评论文章 文革已被彻底否定 说文革不会也不可能重演 对此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他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讲这个话 主要是民间最近提出的强烈的反弹 对于在人民大会堂 唱红歌颂毛泽东的一些形象 就是把毛泽东带着红卫兵 秀章的这个图现都放出来了 那么大家就觉得他们是要在 选扬文革大海航行靠舵时候 在文革当中啊 始终是一个主题歌了 每次开会 第一首歌就是东方红 最接触的时候呢 就唱这个大海航行靠舵时候 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那么这样一些路股的演出 再加上呢 有一些毛派啊 利用着个人的媒体 选扬这个毛泽东肯定文革啊 在这个梳头之下呢 他们最好出来发表文章 全面的否定文革 想摆清自己吧 50年前 毛泽东发动的文革 导致中国社会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严重扭曲 子女批斗父母 丈夫揭发妻子 同事朋友间互相检举等等 人人自危 造成很多的悲剧 在本台制作的 文革50年反思系列中 我们采访了一位普通人 他因丈夫的一句罪话 被打成反革命 请看本台记者张力 和郭亚萨的报道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亚萨 今年是中共发动文化大革命 50周年 回顾十年动乱 最令人触目惊心的 就是文革对普通人的政治迫害 邻居 劈头邻居 朋友 出卖朋友 妻子 减发丈夫 子女 减举父母 本期节目中 我们采访到一位 普通的文革亲历者 他在文革期间 因为丈夫的 酒后一句罪言 以莫须有的罪名 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 我是1940年9月出生的 我的原名就是60岁以前 我叫杨英桓 现在的名字是杨乃九 是不得已改的 1966年就是文革那时候 我在青岛 就是说起来很荒唐 很可笑的 就是我的丈夫喝醉了酒 因为他是被选举上的右派 所以很压抑 他喝醉了酒以后 那时候街上正好在反思旧 很可怕 那个所谓红色恐怖 他喝醉了酒 就是平常不敢说话 现在他在家里的 他就疯了 他就说杨英桓 你胆最大 你都敢骂毛泽东 哎呀 当时把我吓得灵魂都出窍了 我那个正好这时候 就是有那个 就是查卫生的那些婆娘 递了这苍蝇拍子 从我那个门口过 他就一直喊 你胆大 你都敢骂毛泽东 这时候就被他们给报告了 就说我在家里骂毛泽东 这时候就把我弄到派出所 就打 打到天亮了以后 又交在单位上打 打了我四个月 没有口供 就把我抓到长州路的 那个 那个看守所去了 长州路2号看 那个看守所 在里头关了我四个月 他也知道我没有骂过 因为那是疯汉 说的一句疯话 所以他就 他也不提审我 没有任何就是什么形式 到了 到了快放我的时候 五月中旬吧 他就 我是 我是六年 六七年的 六七年的 二月进的看守所 到了五月底的时候 他们就说 突然他就问我 他说你想不想出去 我说我想出去 他说那样的话 你这个罪行太严重了 你都敢骂毛主席 我说我没骂过 到后来他说的 你现在就应该 你怎么也否不掉了 你就应该 就应该选一个 就是罪行严重 但是坦白的很彻底 做一个 做一个那个 从轻的典型 这时候他就交给我 他说你怎么说 你就把那个最难听的骂话 你都写出来 我们就可以放你 这时候我就胡写了 就毛泽东杀人的恶魔 什么撒旦 就写了一本了 在所谓的认罪之后 当时年仅26岁的杨英环 开始了长达13年的 群众监督劳动 除了长时间高强度的 被迫劳动外 杨英环还时常因为 反革命的罪名 遭到各派毒打 而他的小女儿 也因为文革影响 离家出走 至今下落成迷 骂毛泽东我没骂过 就这么样子 他就让我胡写 我就写了 其实我现在 他倒是很守诺言 就是把我 就是说是罪行严重 但是坦白的很彻底 就教群众监督劳动 弄了我13年强迫劳动 在一个饭店里头 就是监督劳动 跟着早班上 跟着晚班下 这期间天天打你 我吊起来打 打的就是 基本上就一天 十六七个小时 干下来 那年我26岁 干下来以后 他夜里就打我 这派打完了 那派再打 这派要是打得 不比上一派打得轻的话 要是没有他们打得重 他就会加上什么 包庇反革命的罪名 所以我天天 那个级念上就打得 就是血肉模糊的 就是伤痕累累的 就是那样 那样还得去干这个重活 他让我背三代 就是五十四斤的面粉 就是一百五十四斤的面粉 就怎么样 从地下室搬到楼上 然后在越过那个马路 到另外一个 到另外一个店里头去 让我就送面粉 你走得慢了 你背不动那是不行的 天天打 我这十三年就熬起来了 我生孙熙 他叫孙熙 生孙熙的时候 根本没有产假 我生孙熙那天 才上了医院 才离了港 实际上那时候 我还没戴上 现行反股命帽子 后来就是 生了孙熙以后 第十五天 就抱着他上普鲁市 我就上班干活了 他在那个普鲁市里头 就被那个大一点的 刚会走的孩子 就抓破了脸 到现在还有一个脸 然后还有一个伤痕 这样文化大革命中间 我就戴上现行反股命帽子了 我就抱着这个小孩子 抱着他说 沿途往家走的时候 就是如果要是 下班早一点的话 就会有很多的人 就围着我们 就扔石块 扔土块 就这样砸的 这个女孩子几乎就给砸死 所以我这个女孩子叫孙熙 这孙熙从两岁的时候 就懂得朝我翻白眼 他说的 人家都在共产党的天底 那时候他还不会说这个 人家都是革命群众 就偏你是5% 所以他就恨我 到了上小学就开始不回家了 在同学的那个厨房里 他蹲着 也不肯回家 在人院子里蹲着 就怎么样 一直到现在成年以后 都根本不认我 他就跑了 现在我们起码有13年 也没见过面了 现在我也不知道他在哪 不知道他死活 直到1979年9月9号 在魏京生 夏训健等维权人士的呼吁下 杨英环得以平反 结束了近13年的现行反革命生活 不过他所遭受的苦难却远没有结束 儿子被侵占其房产的官员打成了脑损伤 房屋被强拆 令杨英环不得不走上了一条漫长而艰辛的上访之路 1999年 当时已是20年深渊未果的杨英环 改名为杨奶酒 寓意不言而喻 孙小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他要聋 他耳朵已经聋了 孙小 你能说话吗 你说 谢谢 说 说 感谢 快说 快说 孙小 你看看 快说 你说 感谢 你说 救救我吧 感谢 给打成这个样子 天天癫痫 我亲身经历的就是我们上访群里的 没听着给谁解决问题 我的儿子29年了官方不跟我对话 他凭空地把我们从家里打出来 绝对能是我们的家 他就这么把我们打出来了 根本就官方不跟我对话 一直到现在哪怕说 他抢你很应该 这也是一句话 他根本就不搭理我 我说中国没有希望 要是现在这个政权在那为止的话 他们从来都不说实话 由于时间的关系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主持人雅萨 再见 毛泽东发动文革至今已经50年 文革结束已经40年 但是文革阴霾在中国仍然没散 现如今很多人担心 文革是否会卷土重来 请看本台驻台北记者苗秋菊制作的 毛二世还是习大帝 由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造成数以百万计的人被斗争迫害致死 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现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 也是文革的受害者 但身为受害者家属的习近平 依旧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 用来巩固自己的最高领袖地位 1967年1月4日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 遭人闯进洛阳矿石机器厂带走 连夜押往西安 展开十多年的批斗 关押 监护和下放的岁月 对于毛泽东的功过 中央官媒央视曾经提及 这场新中国的十年浩劫 毛泽东要负最主要的责任 毛泽东发动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 并不是要破坏 他一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 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 搞文化大革命 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 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 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 做了错误的估计 结果导致了一场 大大超出他预养和控制的大动乱 尽管习近平一家是文革的受害者 但是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成 120周年明确表态 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 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 就全盘否定 抹杀他们的历史攻击 六四天安门学运领袖之一的 乌尔开西表示 乌尔开西认为 毛泽东和习近平的相同之处 就是形塑个人权威 实行极权专制 但用意大利独裁者莫索里尼 来比喻毛泽东将更为恰当 时代杂志亚洲版 在今年四月号 以习近平作为封面 习近平的照片被撕下 背后出现毛泽东的肖像 暗奉习跟随毛搞个人崇拜 以及为了展现强权 四面初级八方树敌 时代指出 中国经济成长趋缓后 习近平仍搞个人崇拜 高度集权 除了控制中共决策外 经济 国防 外交一把抓 惹了不少中共高层 及党员不满 认为他要做另一个毛泽东 但旅美政论家陈破空认为 欠缺统治基础的习近平政权 终将瓦解 陈破空表示 毛泽东树立自己是有根据的 他推翻一个政权 建立一个政权 他可以大叔特殊个人崇拜 邓小平树立自己是有根据的 他否定了毛 他开创了一个新的路线 他在经济上去开创一个格局 他有资本 习近平上来还没有什么资本 没有什么资本可以 没有一条东西打破格局 所以急忙塑造自己 只会 就说 功亏一篑 他说 习近平之所以要去举毛棋举邓棋 目的还是要跟江泽民斗争 这是一个权力斗争的招数 陈破空说 习近平如果要真正走出自己的路 他必须超越毛超越邓 也就是他要否定毛否定邓 他否定毛的就是否定毛的那一套 专制独裁一党专政 他要否定邓的就是 否定邓的那一套经济搞和政治搞死的那条路 中国流亡诗人贝林认为 如果中国领导人还想要成为像毛泽东一样 集所有权力于一身 同时又能逃避日常治理的统治者 其政权将在可预见的大动乱中逐之瓦解 在台湾总统马英九任内最后一次视察国防部 重申维持台海两岸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 并意有指呼吁三天后将接任的蔡英文总统 台独没有必要 请看夏小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在台湾 马英九最后一次以国家元首身份走红毯 接受三军一队军理视察国防部 马英九看到国防部播放他八年走访国防基地 慰绕官兵的影片之后 情绪起伏 致辞多次哽咽 眼眶泛红 国防部长高广琴代表执政统帅齐 感谢马英九对建军的贡献 马英九说 马英九细数他走访军队的细节后强调 和平是唯一目标 因为战争没有赢家 和平没有输家 而夺回二战权是权是使命 他提到去年全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光复50周年 看了很多战史 有深刻感受 马英九激动地说 马英九表示 不怕敌人挑战 但不会主动发起战争 两岸关系透过宪法架构 维持不同不独不武的现状 马英九说 马英九新卫823炮战50年之后 厦门送来的不再是炮弹 而是超过50万观光客到金门 买炮弹做的菜刀 马英九这次结尾表示 虽然离开总统府 但不会离开台湾 另一方面 蔡英文520就职前夕 解放军发布影像 宣称解放军在东南某海域军演 并展示两栖陆航特战 等多种新型作战力量 台湾军事杂志评估是 威吓蔡英文政权 振折台独 本台求证国防部 国防部回应称 解放军发布的影像片段 都是以往军事演习的简洁片段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华台北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卸任在即 民进党立委召开记者会 罗列马总统八年来 没有兑现的承诺 要跟他算走仗 请看苗秋菊的报道 在台湾 总统马英九任期 剩下倒数三天 民进党立委陈其迈 王定宇及蔡逸宇 16日召开 马执政八年施政成果 总报告记者会 罗列马总统八年来的 跳票证件 要求马至少应该要实现 捐半薪 以及自我提劣 尽管对象 这两项个人行为的证件 立委王定宇表示 马英九卸任前 与其忙着到处立碑 不如好好的省思 自己答应过的事情 却没做到 王定宇说 他说 前总统发言人王玉琪 曾在2008年 转述马总统的话说 马英九会在卸任前 把自己提报为 国家机密保护法的 尽管名单 但马英九至今 仍未提列 立委蔡逸宇表示 马英九633的承诺 已经跳票 当时他还说 如果未达到目标 愿意捐半薪 也就是八年下来 应该要捐 2277万8千元 但他查询资料后发现 马2009年捐了2万元 2012年捐5万元 2012年捐5万元 这些年来仅捐出7万元 蔡逸宇说 你至少你马英九 你自我要求 可以一起做到的 就是你的薪水 要捐一半 以及你要把自己 提报为禁管名单 所以我们在这边 再次呼吁马英九 就这两项你的个别的行为 你就不要再调票了 陈其迈也表示 我们希望马中豪 你把 你应该要捐给联合宣布 633票票 相关的这个金额 2277万 马中豪 品票支付联合宣布基金委 记者会上罗列的跳票承诺 包括捷运延伸 新建核心历史保存 增设游戏产业 重返联合国等至少55项 即将卸任的 五党籍行政院院长张善政 曾经大声疾呼 蓝绿政党不要搞政治清算 台湾才能够向前走 不过显然没有效果 蔡英文还没上任 政治清算已经打响第一枪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 苗秋菊台北报道 好 今天的亚太联播就到这里 我是景萱 欢迎您登陆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 浏览更多内容 好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